把天地之灵都咬到锅中 然后再在锅中装上水 这水就能治疗疾病 仅需一口锅就可以治疗百病 这样极具荒唐的理论 就出自三十年前曾在我国 兴盛意识的信息锅骗局 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气功热 各种气功大师层出不穷 这些伟大师们编造出各种谎言骗局 骗得底层百姓团团转 画面中是1993年 一位名叫黄润田的伟气功大师 为了销售吕锅 编造谎言 宣称吕锅有着包制百病的作用 在他巧舌如簧的讲述中 台下的信徒们纷纷将吕锅扣在头上 然后盘腿坐在地上 闭目养神感受着吕锅带来的疗效 这款吕锅还被赋予了一个 听起来很高端的名字 信息锅 这样神奇的疗效吸引许多人购买 在清晨的公园中都可见到大批挥舞吕锅的人们 他们人手一只朝着太阳吸收天地灵气 挥舞一阵后便立刻带着锅回家做饭 以将刚收到的灵气吸入体中 信息锅骗局的形成 与当时兴起的气功热脱不了干系 当时报纸媒体大肆报道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神奇 在家之内时的底层百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所以才兴起这些荒诞又可笑的骗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